最近在我视频的留言区 看到有一两个人不是对我的观点进行评论 而是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我对这样的做法是绝对零容忍 所以只能把这些没有一点休养的人直接拉黑 做视频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事情 从收集资料到录音剪辑上字幕等等 每一期视频我至少要花4到5个小时 如果按我的个人时间价值来衡量 那我每期视频的机会成本将会至少是1000到2000加元 如果不是纯属我个人兴趣所致 并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各国政府 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的深恶痛绝 还有我对子孙后代发展前途的担忧 我也不会如此出力不讨好 给大家做视频来分享我的观点 实际上我认为 目前社会上存在着种种的投机情绪高涨 想不劳而获而一日报复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没有踏踏实实的修身养性 或者是投资真正具有社会价值的实业 再不就是直接躺平 对前途完全放弃 这也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了一种极度不平衡的现象 尽管现在全球的经济感觉上是在平稳上升 但实际上是暗潮涌动 经济停滞甚至开始下滑的风险 已经大大显示出来 最近美国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 已经开始预告美国社会正式步入了经济停滞 通货膨胀的不归路 首先11月15号公布的美国零售数据显示 环比增长0.7% 同比增长13.9% 许多经济学家还有大部分的主流媒体 都一起欢呼 说美国的消费支出仍旧强劲 可以支撑美国的经济进一步上涨 但是他们忘记了提醒大家 零售数据是没有提出通胀的 那就是要看实际的通胀率是多少 才能得出结论 说消费数据的增长 是由于大家购买的东西多了 还是由于东西的价格上升 而造成了消费支出的上升 华尔街日报算是有一点良心 最起码他们提到 在零售数据公布前两天的 美国CPI数据显示 整体上升5.4% 但是并没有指出 个人消费支出中 很大一部分是在食品及能源的项目 但是当看到能源价格上升25% 而食品价格上升的幅度 也是非常显著 所以我个人感觉 9月份美国个人消费的实际数量 不仅没有上升 反而应该是下降的 消费支出增长的绝大部分 应该是由于物价上涨造成的 上个礼拜公布的美国PMI 也是低于预期 连续三个月出现下滑 最为明显的是 亚特兰党联邦银行 对第三季度美国GDP的预测 从两个月前的7%多 下降到最近的百分之零点几 基本上是显示GDP已经停止增长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停滞的信号 至于通货膨胀 我想大家都已经有深刻的亲身感受 最近汽车加油 我想很多人都开始注意到油价的上涨速度 WTI原油现在已经接近84美元一桶 按这样的趋势上涨 年底前就会超过100美元 而且许多公司前一段时间 只是悄悄地通过将包装尺寸减少 而变相提价 即所谓的shrinkflation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 许多公司已经开始宣布 在明年1月1号之后 就会将他们的产品价格提升 来减缓原材料价格上涨 对他们利润的冲击 在美国之外 最近全球的局势也是动荡不安 暗潮涌动 首先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由于恒大债务违约 而引起的股牌效应 让许多人开始担心 房地产价格的垮台 这是中国目前 所面临的最大的泡沫风险 还有前一段时间 中国的许多地区开始拉闸限电 对工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造成极大的破坏 这样会进一步让供应链断裂 造成商品短缺的现象 会变得更加严重 这个圣诞节 欧美许多商店的货架上 可能会空空荡荡 可以预测 那时候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 会让许多人哭爹叫娘 还有国际局势的紧张 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西方国家极左思潮泛滥 民粹主义盛行 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我想 只有用疯狂来形容我们所面临的一切 当然经济情况越是不好 股市越是加速上涨 因为大家明白 美联储会继续银钞 直到有一天 美国的信用垮台 美元快速贬值 国债利率暴冲 他们才会祭出最后的一招 就是废除目前没有定毛的货币体系 重新回到以黄金作为支撑的 稳健货币体系 说到这里 我看到评论区里有人说 当黄金价格跌至500美元一盎司的时候 我还会不会继续做视频 问这个问题的朋友 很显然仍然是对黄金的主性存在误解 黄金作为被长期历史验证过的 最好的价值存储媒介 它本身的绝对价格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而是要看它的相对购买力 当黄金价格跌至500美元的时候 那时候 Dow Jones可能已经跌到万点以下 黄金的相对购买力应该是不降反升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 那说明世界已经重回稳健的货币体系 我是真心希望能够看到那一天的到来 谈到稳健的货币体系 最后我还是不得不说一些比特币 在9月底触及4万美元低点之后 比特币便强势反弹 仅用短短的三个礼拜 就冲破今年的高点 达到67000美元一枚 其中作为主要的推手 就是对比特币期货ETF的期待 但是当这个ETF最终被批准上市之后 比特币马上回调了近10% 目前在63000左右徘徊 这就是典型的Bu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 比特币本身没有任何使用价值 在一个没有价值的标的物上 做期货的衍生产品 那就是跟赌博没有任何区别 99%购买比特币的人 都不是为了保值 而是为了一夜暴富 比特币被追捧 就是因为它的价格在不断上涨 当这个疯狂的世界 回归理性之后 大家就会认清比特币的真实价值 它的价格自然就会一落千丈 好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